不管都不能避免上這樣的情形 今天在討論這個 如果依照我今天所有分析 那是民主的問題 贏的轎兵到輸贏 存錢怎麼那麼厲害 這樣又大贏了 所以你看這裏面有幾個縣市 你比較去分析一下 大概都能了解這樣情形 大家爭取得下 給各個縣市議會 自己制定他們的自治條例 到底我要記名投票 吳記名投票 我們在法院也是說 院長 副院長 投票是以吳記名投票 危機審的 當然要說議事行為 也可以這麼講 選議員也是個人行為 在議事會表示的 不一定說 我跟他帶一個 我一定在董事公台支持 國民黨常常去照片給他這麼多 所以不能說這樣亂斷 那是這次選議員說給你們太突然了 怎麼民進黨自己沒有控制好 全部去跑票掉了 是這樣問題在啊 陳吉他為什麼不跑票 你看桃園市的為什麼不跑票 新北市的為什麼不跑票 只有那些在跑 台北市的為什麼不跑票 新的市長還不知道要怎麼運作 不然你們都大贏了 我是把他提出來 沒有用個別的觀點 把每個人 一概就覺得我把他忽視掉 也磨掉 那叫做突變種 想不到 你不要選議長 我這樣拍謝跟你們說一下實在 選議長 副議長 誰會吃你就要吃 這我跟他們說這樣 因為每一個都在算嘛 這夢過得一起去都在啊 所以我是覺得給地方 去自己決定怎麼去 議長副議長的選舉辦法 好 那個賴瑞龍 接下來黃昭順委員 謝謝 我想 代議政治的精神其實就是很政治啦 我認為其實重大的一些 包括政策跟人士 代議士他的態度 其實應該要讓人民清楚的知道 那當然也可以向人民負責 那當然 很多人擔心的問題其實 你做出了決定之後 你讓人民知道 人民有機會在四年後 齁 再幫你做出決定嘛 你可以 可以 下次他可以支持你 或反對支持你齁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我認為其實還是要 才進行投票讓人民知道啦齁 那至於剛好提到很多的 個案的部分 不管是賴清德 城局齁 各地方的 其實地方上已經很多的弊病啦 那我在高雄市的 看到的經驗是 高雄市其實是人民憤怒的聲音很大 所以採取很多方式 才讓整個 呃 票的意志讓人民清楚知道齁 那也有一位議員 他也因為 投錯有很大的壓力啦齁 所以我才說 其實這一塊我覺得 人民意志還是應該是最清楚 讓人民來做最大的選擇啦齁 啊 記名投票才會對人民負責的表現 那是以為我提出一個修正的東西 其實也是文字上修正 其實跟民黨團的版本 跟民進行的版本差不多齁 只是我把記名投票這件事情稍微抓出來齁 那可以給各位參考齁 好 謝謝 好 那個黃昭順議員 我想齁 全國有蠻多的 早上我們那個質詢的時候就有講到齁 尤其是五黨級的部分 佔有的全國的人數是百分之三十幾 那這百分之三十幾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定程度 我們必須要尊重 那記得去年我們在選監察委員投票的時候 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 打死了叫我們都不能量票 我想大家應該記憶猶新 就要拚拚的時候就大家都說 絕對不可以 那我想每一個政黨提名的人 到底優或者是烈 其實每一個可以投票的人 包括我們這些立委 包括那些議員 都有一定程度的看法 所以去年我們在投監察委員投票的時候 把他否決了 有史以來否決最多的 有史以來否決最多的 所以我們在幫政黨背書的時候 什麼叫民主制度 或者這個民主制度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處理 這是第一個我們必須思考的 第二個 當時高雄市議會的最高法院的判決的時候 我今天早上質疑的時候 當時那天部長就講說 要把那個案子送給大法官會議去解釋 但是到今天都沒有 所以到今天為止沒有人敢說 這個案子有沒有違憲 就是現在提出修憲的這個案子有沒有違憲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我們必須考慮的 第三個是剛剛次長講的 就是說當時我們在做公聽會的時候 的確有兩派相當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不是具體跟主席做協議 我們要不要再開個公聽會 或者是 我還沒有講完 我還沒有講完 你要尊重我講完 那因為你打擾我 你打擾我我就要把他講完 所以我具體 我還沒有講完嘛 對不對 你 好 那個維持一下會長思維 對啊 你不維持思維我就講不下去 第四個 你們剛才說 要去投票的人 一定要亮票給人家看 或者一定不亮票給人家看 那才知道說他到底有沒有支持 很抱歉 我當過三屆的議員 當過八屆的立委 我還沒有說我投議員的時候 投議長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亮過票 那趙委員在高雄也知道 陳天馬議長一定知道 我是投票給他 但是我一定不會亮票 因為我還拿過 拿什麼清流勇章 那一類的貶子還在 那所以要不要亮票 這是在於 各個民意代表自己的自主性 要不要亮票 而不是說你把我規定 我沒有亮票 但是我投了很良心的票 那是我自己對我自己要負責 而不是說我必須要對政黨負責 我覺得這樣的講法 有一點言過其實 這是我的意見 以上謝謝 好 那個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那個假如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處理 這個因為程序上 剛剛國民黨有建議要公聽會 但是我是建議說 因為公聽會內中部也辦了 那內容大家也都知道 社會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也是逐漸的 這個 大家 在社會上大家都很了解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決定 反正在公聽會 所以出來的意見還是兩種 那最高法院 在104年的刑事庭會也做過相關的一個決議 那 這個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這個給各位委員參考 就是說 投票自由 大家要講投票自由 其實這個跟投票自由無色 你亮票沒亮票 還是說自民沒自民 你要怎麼投都在你的 沒人幫你貪責 有問題的大概就是秘密投票 說這個投票的結果 要不要讓人家知道 這個 對於議員的這個 秘密投票的保障 這個要不要保障 或者是說 應該要適度的揭露 讓這個社會民眾 也能夠了解你的投票行為 跟我們的地方自治的選舉裡頭 這個是不是涉及到買票的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大家一直在過病的黑金政治 所以這三項理由 這三項 大家考慮的一個重點 這個我們必須去做一個決定 所以我是不是建議這樣 假如大家沒有協商的這個 沒有什麼 大家能夠互相妥協的這個結果 我們就來 按照我們的議事程序 我們來做一個處理 那假如不同的黨團 不同的委員有意見 那我們再去超委協商再來做處理 我們委員會還是要做處理 就是 對 這個人怕 就是大家難看 來那個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每一個宣署議會 看他不要不要 就移成去處理嗎 過去無疑民也是這樣要求 這位是說無疑民也要求 這位是說無疑民也要求 這位是意見不一樣 就出來意見不少 這位是意見不少 這位是意見不少 沒有啦 這個大家 需要都關閉的伯息 這個有什麼感覺 這個還可以保障來跳 你知道嗎 這個買的跳就不少 這個問題 你買票他 買票 買票 國民黨沒買票 國民黨沒買票 你沒買票 歐純 楊強 你買票我覺得沒差 他齁 我給大家 我給大家談客 都會買 都會買 沒有啦 那個法務部 跟來政府在說 這 如果自民投票的助長買票 那會說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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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買票了 然後我們還要量票給他們看 看說 喔 我有頭 我叫你頭 助長 會選 助長 會選 其實會不會會選 會不會會選 都是 對啊 他如果要買 有量票沒有量票都會買 他如果量票 他不敢買 其實齁 你今天就是記名 他正環一樣都有 他記名的時候 你承諾人家 保障人家 你承諾人家 到時候你還是會遭受恐嚇要挾 甚至於 這個都會 正環面都有 他不可能只有一面而已 好 另外一面說好 我有頭 我有記名 你有看到 他是一樣照常 這是正環都有 不能說 為了 杜絕會選 你就是記名才不會會選 沒有這個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 對不對 他說不記名才不會會選 他剛才的法務部是怎麼說 我的意思是 你跟你說 不管是秘密投票也好 或者是 你願意 把它 這個 量票 等於是兩樣都可以 那是讓人家自由選擇 對 不量票你叫秘密投票 你不要說硬性規定 你會得記名投票 我認為這樣子反而 更活一點 人家有黨籍就說 我憑什麼 我要秘密投票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我又對什麼 對哪一個黨負責 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一定要讓人家有一個選擇的經歷 按照憲法規定 地方制度的 這個 地方自治的事項 是法律保留 所以在法律裡面 我們要規定 你不可能說 授權給地方政府 A縣是 跟B縣是不同 這個是有一致性的規定 所以 這個是在法律上 我們要去做處理 我們台灣的院長 會不會這樣 來 這另外一回事 不然他講 還沒用 部長才能都講過了 如果沒有新的意見 好啦 那我們就來處理 要不要 來處理 因為這再說下去 坦白說 拖時間而已 大意見不一樣,我們比較多櫃 好啦,這樣啦,我們來處理啦,越說越難聽 好,那個,我們學生告一段落,我們沒有 這個朝野大家的意見不同,那我們就按照我們的意識規則來處理 我們從這個,來來,各位注意,來,一個案一個案來處理 來,我把程序完備啦,我都按照意識規則 來,來啦,MOIQ的那些人就先測掉 測 要把他的修正動議 放在哪,放在哪 阿倫茵茵 對對對,好,那個,小段 我們從有修正動議的先來處理 最遠的那個是什麼 哪一個案 賴委員的案 在哪裡 賴委員 這個先嗎 這個嗎 這個賴委員 賴委員的策案 然後接下來處理哪一個 好 我花多少 我花多少 來 陳丁菲委員的案 策案 好 大家沒有意見 好 還有一個誰的案 阿林俊憲委員的案 策案 好 那按照民進黨黨團擬居的地方制度法第44條及64條修正 46條 46條條文的修正意見通過 請問各位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來 好 地方制度法第44條及46條修正草案 並按審查完進 擬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本案 要不要經過黨團協商 好 本案不經過黨團協商 那是不是有本席在院會討論的時候做補充說明 要協商 好 要協商 好 本案 這個協商不協商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見 好 好好 ok 好 好 那我宣告 本案經黨團協商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那本案我們要經過黨團協商 好 那 這個還是我嗎 請推拜一位委員討論本案時做補充說明 請 有本席來院會做補充說明可以嗎 可以 好謝謝各位 還有一個臨時提案先讀一下 委員賴瑞榮等五人提出臨時提案 鑒於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唯一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 依人民團體法第34條規定 人民團體應每年編造 後面漏預算二字 決算報告 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合備 令根據政黨及政治團體財務申報要點第七條規定 政黨政治團體應於每年5月31日前 向受領申報機關 含報上一會計年度之決算書表 且根據該會聲明表示 其每年接向國稅局申報稅務 然該會立案多年 卻從未依法將預算決算 報主管機關合備 為經立法院多次要求內政部 督促婦聯會提報財產狀況 該會仍未具體回應 原此要求內政部 需會同財政部於一週內 提供該會歷年勞軍捐 及政府機關捐助補助 複聯會之數額 及複聯會之年度預決算報告 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 該會於期限內 若未依前述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內政部應一人民團體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 進行下列處分 一、側免其職員 二、限期整理 三、廢止許可 四、解散 並將處分結果 向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臨時提案有沒有意見 來 等一下 補充我的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 關於這個提案 我們大概非常了解 委員們對於複聯會等 這些政治團體 對於財產 能夠向社會來公開這個事情的堅持 那我建議 因為關於目前 我們人民團體法在修正的方向 對於這個財務的部分 是要求它公開 但是以目前為止的話 如果以按照現在的這個提案 就請內政部應一什麼什麼 或是人民團體法的五十八條 等等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我們覺得是屬於這個 行政機關的行政財糧 按照那個規定 所以我建議是不是在內政部的前面 改成建議內政部 依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來辦理 這樣是不是 我們當然也會按照 因為前面有一個 一週內 能夠集體 其實我們也不止一次 那上次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建議 就是說一週之內 我們會再去拜訪他們的負責人 就這個問題跟他們討論 所以新事情 大家能夠斟酌一下 來 那個 這個部分其實 大委員的提案 我在總質詢也問過 那這個部分就是 人團法五十八條本來就有規定 如果人民團體不依照你們五十八條的規定 他本來就有撤銷許可這些方式 所以如果你們不照做的話 就是應做為不做為 五十八條的 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應該 就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子 我們對他低度管制 沒有這回道理 現在是再次做決議 提醒你們趕快去做這幾件事情 好 市長上次的時候 在部門執行 你答應我一個禮拜內 要拜會他 結果後來你沒有去拜會 你只是發個文去 他回來他一樣是 還是給你拖 所以我跟李俊委員 我們的共同看法是 其實你有作為的空間 但是立正部辭職不作為 在人團法的第五十八條 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 章程或妨礙公益事項 請事實 主管經甘得以警告 撤銷其決議 停止其業務是一步或全部 並限期令其改善 借其未改善或情結重大者 得為佐劣之處分 一 側免其職員二 限期整理三 廢止許可 四 解散 所以你們完全是有空間可以做 但是你們持續都不作為 我認為你們是在縱容復聯會 所以我強烈的 希望能夠今天通過這個決議 然後給內政部一個更大的壓力去 要求複聯會 那如果複聯會再不願意提供的話 不願意面對國人對這件事情的要求的話 那我要求你們要 做這四個下列四項 給複聯會做一些處理 以上 好啦 這樣我建議一下 就跟複聯會內政部應一任何第五十八條規定 處理 若拒絕提供資料或調查 那謝其未改善 則怎麼樣 謝其未改善 要求他進行下列處分 好嗎 剛才說內政部應一任何第五十八條規定 進行 進行處理 藉其未改善 情節重大者 藉其未改善 藉其未改善 因進行下列處分 內政部應一任何第五十八條規定 若借其未改善 或情節重大 該位於期限內 若未依前述要求 進行改善 對啦 這樣有了啦 人民團體法五十八條規定 對啦 對啦 若未依前述要求 定期改善 定期改善 好 文字做這樣的修正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就進行到這邊 上會 在哪裡 很熱 好 還有一位 這位 是 有意見 是 是 是 有意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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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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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修正部的版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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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